记者王骏忠台南报道,51岁黄先生于去年夏天因左脚单侧水肿入院,诊断是左脚深层静脉栓色合并水肿,台南市立医院心脏内科主治医师流利尾,发现患者血栓把左脚静脉回流完全堵侧,且延伸到下腹腔深层静脉,若接近下腹腔静脉的大血栓飘开到肺动脉会造成肺栓色,严重时会危及性命。 流利尾在黄先生左脚静脉放置溶栓导管,两天后追踪,血栓已消失一大半,静脉回流已经打开,左脚水肿有改善,但仍有残存血栓,再给予新型口服抗宁血剂,三个月后电脑断层追踪已无血栓,但发现左脚深层的卡静脉被卡到脉压迫,为此在卡静脉放一个支架,将静脉狭窄处撑开,改善静脉回流。 迄今患者未在发生深层静脉栓侧情形。 流利尾表示,宁血功能异常,静脉回流不好造成续部血液循环滞留,有自体免疫疾病或肿瘤体质都是静脉血栓的危险。 因此,深层静脉血栓可能造成单侧下肢水肿进而导致疼痛、麻木症状,甚至可能恶化导致组织坏死或皮肤溃疡难以复原。 若血栓流到肺动脉会造成肺栓色。 另外,咖静脉压迫症后群是因为人体构造上咖静脉与在上方的咖动脉重叠。 咖动脉压迫咖静脉造成血液回流不良,亦产生血栓而久坐久站。 长期卧床、肥胖、怀孕生产、癌症患者、血液黏稠度高者都可能并发深层静脉血栓。 深层静脉血栓主要症状胃脚水肿与一般表层静脉曲张。 冒清晶的症状不同。 刘立伟提醒预防腿部静脉栓色。 应避免长时间久坐久站,最好每隔一小时休息5至10分钟。 尤其农历春节出游,难免遇到塞车就要注意血液循环,因身体缺乏活动。 如加上水分摄取减少,血液浓度因而提升导致浓稠,会造成下肢一生水肿或深层静脉血栓。 对长途开车者若能短暂停车,活动一下双脚,转动脚掌或脚板。 让血液循环加快,避免血栓发生。